中信兄弟看Lamigo桃園 纠缠到延长第十局 黄山君靠着王胜韦的 关键左外野安打 最终是以9比7击败Lamigo 赢得下半季首场胜利 用延长赛先生来形容王胜韦 再适合不过 最近年的战役 莫过于2009年总冠军赛第六战 兄弟看同一4比4的平手局面 一路熬战到第十七局 最后靠着王胜韦的杨春炮 才分出高下 再把时间带到去年总冠军战 延长赛先生再度挺身而出 十一局下半敲出左外野安打 帮助兄弟9比8赢球 并拿下赛后MVP 根据联盟统计 王胜韦生涯已经第四度 在延长赛里当英雄 破班单场最有价值球员 再加上2010年两次在延长赛中 敲出胜利打电 光是游记台的记录 就已经发生过六次 而且万磁王的英雄命 可不止出现在延长赛 摊开打击数据表来看 本季在球队处于平手局面时 王胜韦的打击率高达四成七 长打率和上类率也都在五成以上 压倒性赢过落后级领千十的打击表现 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就是今年上半季的风王战 两军在五局打完时 都还呈现平手局面 黄山君靠着王胜韦 在六局下半的三类安打 打下超前分 最终喜赢上半季冠军 或许就像王胜韦受访时所提到的 平时练球就时常模拟场上的各种状况 也让他在面临关键时刻 总能顶住压力 黄山君上半季靠着王胜韦的制胜 安打锋王 下半季开胡也是因为王胜韦 忠信兄弟在追逐总冠军的道路上 只要手握这位关键先生 锋王几率绝对局限成长 不来体育新闻综合报导 是请不吝点赞续 的讯件面